KUTU 它的食品其實算是日本最頂級的哈密瓜 在所有的哈密瓜之中 它的口感跟香度什麼都是最好 最棒的 所以日本會把它稱為瓜粽子王 哈密瓜是有網紋的 它特別難照顧 因為它會有裂網紋 比那個香瓜更難照顧 大部分台灣種植都是在地上 比較高級的瓜 大部分都是以直立式的 在日本也是一樣 直立式的話 我們瓜是用釣的養分的吸收 就是我們只留一株 只留一果 所以整隻植株都是留給這顆瓜 這個是益生菌 這個益生菌 就像我們人類吃好菌一樣 它會讓植株變得更健康 而且它會更有風味 這些益生菌裡面有很多的氨基酸 植物吸收之後 會增添它水果的香氣跟口感 我們都是用進口的泥漢 它比較沒有污染的問題 把這顆來切 好 好 水很多 小編吃的滿嘴都是 都是只好 很甜 真的很甜 網友都爆動了啦 就說小編克制一點 觀眾會生氣 小編 小編最近常常被觀眾說克制一點 不要一直吃 梯製的部分 這個果梗的部分 如果是比較黃 比較 比較膨這樣 比較膨的話 這樣子的熟度是比較夠的話 或是比較好吃的話 它網紋很均勻 它很 很匀秤 這樣就是一個好花 它米瓜其實價格並不便宜 然後今天大姐真的是 就是為了我們奧丁丁的直播 就是下了情分 讓大家可以看到這麼好吃的瓜 然後讓小編今天又真的是 來直播又吃到很多好料 那那個禮盒的話 其實是永齡選物特別去設計的 一個金色的盒子 那今天直播非常成功 那我們再次謝謝我們的半大姐 那希望大家下個禮拜也要繼續收看 我們的奧丁丁直播 謝謝各位 掰掰 85 horrifying 半大姐 大姐 小忙 detection